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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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我们通常把它戴在手腕上 从生至死 它从不停下 每一个生命题都坚韧不止地活着 只是最终消亡 时间 它似乎成为了我这次旅行的关键词 因为没有一次旅程 能像这次让我看清时间与生死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时间 生命是如何起源的 生命终结之后又是什么 不论是原始的万物有灵 还是古代的宗教职至现代科学 都在不断苦苦找寻的答案 而在这片土地 时间似乎停下了脚步 而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 这是一片罪恶之土 大麻何发使用 小贩兜售着各类毒品 这是一片幸福之土 人们各自忙碌着自己简单的生活 这是一片死亡之土 随处可见的尸体让你不知所措 这是一片生命之土 心生而带着啼哭进入河中 这是一片重生之土 无数朝圣者选择将自己生命的 最后一刻献给这里 这是一片宗教之土 传说这是印度教诸冠生死的 师婆大神建造的第一座城 释迦牟尼在这里第一次传经步道 唐玄奘取经的目的地 极乐西天正是这座圣城 但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 你才会明白 为什么这里是整个印度教 最神圣的城市 它让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重新定义时间的概念 而这里就是河南西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来印度如果没有访问瓦拉纳西 那你根本无法体会什么 是真正的印度文化 全世界的世界 人们都来到这里 学习 所以瓦拉纳西是一种世界最大的大学校 我们学习教育和文化 和生活的真实性 瓦拉纳西也叫做瓦拉纳西 座落于印度生命之园恒河之上 世界上现存连续有人类居住最久的城市 四千年来不曾间断断 先者圣人僧人朝圣者游客艺术家骗子乞丐 世界千姿百大 而整座城市如同一座大迷宫 共有有多达两千座的庙宇 我们选择在印度教最重要的节日 迪瓦里光明节来到这座圣城 行走在恒河边上的八十八座嘎之间 生与死的界限像是被这片河水冲淡 清晨 数以千百计来自印度各地的人们 在这里进行宗教仪式 人体中满是生命的气息 他们冲洗自己的身体 一起去罪恶 为心生而起伏沐浴 甚至结婚也会来到这里 而在拥挤的小巷中 脏乱叉是最贴切的形容词 沉堆的垃圾 枪鼻的恶臭 猴子狗 松鼠苍蝇 死尸 牛羊 牛粪 老鼠 乌鸦 老鹰 不间断地从你眼前闪播 穿出小巷 当你闻到空气中浓浓的烟味 说明你离这座城市最深深的地点不远了 其实我们相信在离开 离开 离开就是当你死 而印度教相信在圣城终结生命可以达成Moksha 也就是打破生死轮回的痛苦 解脱 直接升天 所有的悲惨是会被清除的 人们相信这些 经过墓堆 在小心地跳过地面上密布着的牛粪 我们终于来到了恒河边上的火葬场 Marni-Kanikar Gati 每天有超过一百具尸体从全国各地由亲属亲自运送至此 在恒河清洗果部 然后在墓堆上焚烧 灰烬又丢入恒河 烧焙是非常长的 没有人知道多长的 有些穷人也直接把死去的亲人绑上石头扔进河里 所以在河中经常能看到腐烂的尸体 get used to it 同一片河水 一面是星星向往的生命之光 一面是沉重庄木的丧亡之忧 仿佛每天都在上演一场生与死的真人秀 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旅行的原因 体验从未想象的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生活 不过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 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河之一加上火化一世的产物 这样的河水怎么洗净身体和灵魂 我一直和大家说要多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不过 近到恒河洗澡这一条我还是建议非本地人 不要尝试 I said no no 除了近距离体验死亡之外 在瓦拉纳西另外一件独特的经历 也就是每天日落十分的恒河业绩 遇会者都 Tow W 在疫课 da Hinduzum Til was not magomed 土 China 也是一种生意 不过民众对于宗教的前程让我也俗然痴情 其中包括一些特地从各地赶来度过生命最后生意 在神城等待死亡的老人 在这里 死去的人并不害怕死亡 而是欣喜地面对 将死亡看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最后海洋被吹响 恒河之魔在此刻被唤醒 祭司们通灵的歌声 穿透恒河水 穿透圣城的夜空 最后在我脑中 回之不去 时间似乎在这座城市堂止 人们的生活 与千年前无异 如果要用一个词 形容这座圣城的话 我会选择生死之间 粉饰后空气中的分子 随着我的呼吸进入我的体内 他们似乎也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可能他们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能替他们实现 火化并不是庆祝和美化死亡 而是让人们明白生命的真相 你我皆凡人 从地球借来的一切 终将还给自然 凡人终有一死 也许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 正因为我们会死 生命才变得有意义 因为它必定会终结 所以我们活着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那么的重要 站在这样一个充斥着生死的地方 看着我自己镜头中 那一个个完整的生命轮回 我只想对自己说 要解脱 不在于选择在哪里死去 不在于选择在哪里死去 还在于如何过好每一个时刻 出生和死亡 只不过是整个生命之轮上的两点 生命真正的意义 不在于生或死 而这两点之间的部分 才是最重要的 把握现在 把每一刻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的世界有太多未知 但唯一确定的 就是我们都会死去 就像小时候妈妈对我们说的 过好每一天 多做有意义的事 多帮助他人 我们都会死去 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活下去 而是让传承永远活下去 时间不止 生命不息 坚韧地过好现在的每一刻 可能你只能活一次 但若是尽兴 一次足以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 别忘了关注我的微博 和我的公众号 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下次再见 Honelite Boy Chil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